由华人投资拍摄的纪录片电影《追逐梦想》 日前在比华丽山庄适应 并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副总领事戴双鸣 领桥处副处长周永梅 加州前众议员伍国庆及该片主创成员出席发布会 总制片人王淑表示 纪录片《追逐梦想》由中美文化交流协会出品 已于9月初完成了拍摄和制作 该片以计时方式讲述老中青少不同年龄段人物的故事 他们都在不同时期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 在这里学习工作和生活 追逐着各自的梦想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努力奋斗 同时传播着中华传统文化 向社会和他人奉献爱心 为建造和谐美好的社区环境做出杰出贡献 电影《追逐梦想》是由好莱坞资深导演 美国国际纪录片创会主席 Harrison Unger单纲导演 Harrison Unger曾导演罗斯福传 肯尼迪传等80多部好莱坞电影 2016年 Harrison Unger与王鼠商议决定合作拍摄一部 有关中国人在美国生活与奋斗的纪录片电影 让更多美国人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化 更尊重和了解中国人 纪录片《追逐梦想》于2017年春季正式开机 受到不少华人华侨的关注与支持 2018年 周燕宇已加入该片的合作制作 我认为这个电影是非常有益的一个电影 而且也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去 去思考和怎么样去让我们的华人在这里的生活 和跟我们的文化 包括我们对这个社会 我们可以做到什么 向那个人们展示 我们的新老移民 从中国来到美国 追逐自己的梦想 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 我们也在努力拼搏 努力拼搏 我们思想爱国 但是我们也在为这个社区 为这个大环境奉向爱心 这是一部很值得推荐的纪录片 应该说它如实地记录了老中青少 几代新移民的在美国传播中华文化的故事 那里都涉及到这个有音乐 有绘画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 在我们洛杉矶华人社区 比较难得的一部 华人的自传吧 应该说是 首先向大家推荐 这个应该说 新移民给以前的移民 还是有一些很大的不同 我特别想给大家讲的 就是在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那么作为中国人 作为咱们华人 保持本民族的一些特点 传播本民族的一些文化 是很有必要的 那么纪录片里头的各位 包括纪录片本身 都是在做传播中华文化的事情 那么这样的事情 我都想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中国人 其实你们都是一个文化的使者 你们脸上 你们的言行 都体现着我们中国人的形象 所以我也鼓励华人社区 多在这方面做事情 做时事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